只需放入一点就能瞬间让菜变好吃的调味品 天下真有这种好事? 这里是知识TNT 味精是一种神奇的调味品 不管单独品尝还是加入菜品中 都能让人们立刻尝到肉鲜味 简直就是人类针对吃这一事物的智慧结晶 但却有越来越多的餐馆开始弃用味精 标榜健康中餐 他们的意思显然就是味精等于不健康 这和你平时听到的传闻是不是无形间对应起来了? 味精致癌、掉头发、加热之后甚至有毒物 这一鲜美的调味剂 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在几十年前它还是时代的宠儿 究竟是什么突然毁了它的名声? 这些致病传闻是真的吗? 如今的味精可以使用吗? 它还能得到证明吗? 1968年有个词叫中餐馆综合症 这个词与当时被收录在美国最畅销的韦市词典中 指的就是味精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症 当年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突然刊登了一篇质疑味精安全性的文章 作者疑似是个居住在美国的华籍香港医生 他在文中提到 自己去中餐馆吃饭 事后却经常出现尖井麻木、星际等现象 他认为这主要是菜品里残留的味精导致的 在这之前 味精还是餐桌上的宠儿 每年在每个国家都被大量食用 所以此文章一出 同时在百姓间和食品安全方面 都引起很大的风波 这些症状也被取名为中餐馆综合症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词 多少包含一些民族性的恶意 但随着文章影响的扩大 专家不得不开始不断针对味精进行研究 味精是什么 味精也叫古安酸钠 问世的契机是1908年的一天 日本东京一位大学教授 石田菊苗正在喝妻子做的汤 他职业职业使然 敏锐地注意到了 这些放了柴鱼片和海带的汤里面 有一股独特的鲜味 和常见的甜、咸、酸、苦都相去甚远 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对这些食材进行了提炼 最终得出了结论 这种鲜味是海带里的古安酸和盐 化学名氯化钠的共同作用 1909年 古安酸钠首次被制成 德明味之素开始在日本市场中售卖 如果味精真的有害 那么在熬煮的时候会和盐发生反应 产生味精的海带、肉类、孤菌类 是否也是有害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是常识范畴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餐馆综合症 后来也被证明 那是两个年轻的美国医生杜撰出来的东西 他们只是在打赌是否可能在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胡说八道的文章 然而这件事情鲜有人知道 因为这两个医生的解释 就算寄出去也全部被赶到被愚弄的杂志拒收了 事后 韦氏词典也对中餐馆综合症的词条进行了公正的标注 美国的舆论风波反向输入亚洲自然也流入了中国 中国彼时正在魏晶流行期 国产魏晶大厂莲花魏晶当年产值可谓蒸蒸日上 十几年间产值从400吨提升到了8万吨 但随着魏晶有害论流传起来 包括莲花魏晶在内的魏晶厂商全部遭受了重创 莲花魏晶多次改名试图涅槃重生 可最终还是破产负债 甚至不得不出售商标 对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无望之灾 简直有苦说不出 不过这种误解在中国广为流传 甚至如今未停歇 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 误区一 魏晶的来源和名字 虽然我们现在的魏晶都是发酵来的纯绿色产品了 但最初的魏晶的确是在工厂里合成生产 人们提到工厂就很容易联想到有毒物质 对它产生恐慌 然后是魏晶这个叫法 很容易和我们语境中的香精 瘦肉精等对身体有害的东西联系起来 这说起来也挺委屈的 因为魏晶只在中国被这样叫 日本是上文提过的魏之素 外国人对魏晶更是直呼其化学名称MSG 即骨氨酸钠 比起拥有特殊命名的盐 魏晶显然是吃了晚来的亏 即便如此 外国人依然在烹饪时对魏晶照用不误 足够说明它是无害的了 误区二 魏晶高温下产生的胶骨氨酸钠会致癌 许多人看到胶这个字就感到不舒服 因为很容易联想到煮糊的东西 吃多了胶糊的食物的确致癌没错 但胡菜中真正的致癌物叫本病B 和魏晶在高温下产生的这一物质 完全攀不上亲戚 胶骨氨酸钠除了会让魏晶失去纤维以外 根本就是无害的 生物学家们还对这一魏晶的复产物 特地进行过研究 发现胶骨氨酸钠甚至对提高老年人的 记忆力和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效果 因为人类的大脑本身就含有胶骨氨酸这一成分 因此就算魏晶经过高温加热 也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只不过高温会导致魏晶的鲜味消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考虑干脆不放胃精 不过食用胃精也存在技巧 尤其是特殊人群需要特别注意 部分身体爆样的人 比如有高血压 有心血管疾病 中风水肿等的人群 非常不适合摄入高纳食品 上世纪60年代末 日本政府发起了一项运动 劝说人们减少盐的摄入量 此后日本人的盐摄入量 从每天13.5克下降到每天12克 在同一时期 人们血压下降 中风死亡数降低了80% 在芬兰 每天的盐摄入量 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2克 下降到2002年的9克 同期中风和心脏病的死亡数 下降了75%到80% 胃精和盐的致病原理相似 都是因为它们成分中的钠会加剧血管收缩 更容易导致高血压 动脉周样硬化和血栓 所以这类人对盐和胃精算是敏感人群 更加应该控制摄入 对于其他人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量问题 有的人说胃精出肠鲜美 吃多了却感觉口干舌燥 身体发热 但离了剂量说毒性都是耍流氓 吃多了本身就是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 当摄入的钠浓度过高 人体就会出现反应 而且含有钠的不只是胃精 更是盐 后者的含钠量还要更高 营养师对两种调味料进行过分析 发现相同质量下 味精的含钠量只有盐含钠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平衡两者的使用 要用味精就少放盐 反之亦然 何况二者的味道 也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填补 用的过量也会让菜品过咸 反而失去了应有的鲜味 除此之外 含钠的食品还有很多 不管是鲜脆的即食海苔 还是下饭的韩国泡菜 甚至面包 饼干等蓬松的培烤食品 都是高纳食物 所以凡事讲个适度 如果吃多了什么觉得口干 比起全将黑锅推给味精 不如质疑一下这道菜的烹饪水平 或者思考一下 会不会是口腹之欲惹的祸 我们回顾味精的杯锅史 无非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可悲的是 事到如今仍然有很多老百姓 对味精有害深信不疑 为此 宁愿放弃这一能将美食变得更美味的法宝 只能说是十分可惜 只愿将来随着知识的普及 味精得到证明 大家都能在掌握用量的前提下 安心享受它为我们带来的味觉盛宴 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请点赞 关注 评论吧 我是TNT 我们下期再见